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投资经验 然后大家看到海报呢 就会写说 我是一个自吃自饮的短租投资人 什么叫自吃自饮呢 就是物业是我自己个人所持有的 同时呢 我也没有找外面的短租公司 去帮我运营 我是自己运营的 因为第一个 我在一些地方是乘量的 这样子去投资 所以呢 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运营 这个费用上面会更少 还有呢 就是协助管理短租 基本上我是不做的 但是呢 我有做顾问的工作 Airbnb的Superhost呢 大家可能听的很多 也就是说 你在Airbnb上面达到一些 他们的要求 比如说你的rating在4.9以上 你的4.8以上 然后你的回复率在90%以上 等等 他的几项要求呢 你就会被评为Superhost 也就是超赞房东 那其实他还有一个 进一级的program呢 就是超赞房东大使 官方会邀请一些 他们觉得在该市场做的 比其他人要好的Superhost 然后呢 去给到他们这一个title 也就是我现在拿到的 这一个title 我们的责任呢 就是把更多的房东 带到Airbnb的这一个平台上面去 那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作为这种 我们会提Airbnb每一年 他会有至少两次的改版 那么在两次改版之前呢 我们会提前知道改版的内容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会议 是由官方的工作人员 会给我们解答这个改版的功能 如何正确的去使用 比一般用户来说呢 我们会拥有更多的 而且更完整的数据 那这是我们自己运营账号的数据 我们的入住率是比其他的 similar listing多了42%的入住率 similar listing的意思就是在该地区 跟你除了他那个房子也在你同样的地区以外 你的这些设施以及你的房间数量 是差不多的这一些房子 那就属于similar listing 那我们比给同地区的这一个similar listing呢 我们入住率是多了42% 那我们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少租钱 我们每一晚呢 比别人是多租46.1% 当然这个数据是经常会变的 但是我们是常年都是租的比别人多 而且贵的 然后这个commercial rate就是一个转化率 也就是别人看了你的房子 你能转化到多少真正成为你的客户 我印象中Airbnb官方的这个commercial rate是0.2到0.3之间 这是一个平均数 那我们就是比别人超出也是不少 然后还有page views 也就是你的listing比similar listing多了多少人去看 那另外一个呢 我有做的和Airbnb合作的就是一个官方的体验官 那么他会邀请我们去住一些平常可能不会住得到的 在OMG系列或者LUX系列里面的房子 然后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地区 不同风格的运营民宿的模式以及赚钱的模式 那这是三月份或者四月份我会去住的一个 那这个房子的标价是5100亿万 那么费用是有Airbnb cover的 所以他们会给我那个coupon credit 所以大家看到最后偷偷会是0这样子 那我一般如果我去住的话呢 我都会在群里跟同学分享一下说 就是可能video拍一下 然后也会讲一下我自己去住这样子房子的体验 那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就大家可能通过刚刚的话题呢 就有比较认识我Joyce她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Joyce会来当我们的老师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以前好像也没有讲过的 什么是刚需行短足 刚需行短足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当大家想起短足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想到的就是图片上这样子 有一个风景很漂亮的度假屋 那么这种当然不是刚需行 对不对 那有没有短足是刚需行的呢 其实是我自己觉得是有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有必须要来的需求 第二呢就是它的季节性是比较弱的这样子的地方 第三呢这个房子位于的地理位置是很方便的 第四呢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你找到你符合了以上三点 你基本上找到了这个房子 那你还需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你要抓到符合客户群体的软装设施 你需要去做一些可能大数据的分析 这个地区的客人他喜欢什么 然后呢通过关键字以及你的软装去抓取客户真正的需求 还有呢就是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条价 以及日历的设置 就是你需要非常去了解当地的一些节日啊等等 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最好入场 投资入场是有门槛的 门槛呢我们以前讲过要不就是资金门槛 要不呢就是排照的门槛 因为没有门槛的东西容易造成饱和 那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点吧 第一点什么叫有必须来的需求 第二点呢如何去抓取符合客户群体的软装设施 有必须来的需求呢我会把它分为两种 一种呢就是常年有出差需求的地方 经常会有出差的旅客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一些business 的travel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他的附近有非常多的 这个大的公司 而且经常会有人来这些公司出差 第二种呢他附近可能有一个还蛮大型的医院 又或者一些medical center的附近 他会有很多的医疗会议 又或者说有travel nurse 第三点呢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 可以就是那个地方经常会有大型的基建活动 这是我们啊在亚特兰大的一个房子 他的calendar 大家可以看到呢啊这是从今年的 这是两个房子的calendar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从今年的一月到今年的三月都是注买了 而且呢是一张订单就是一个人一直订买而不是很多张订单把它塞满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因为亚特兰大如果你去看一下他基建活动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啊很多人去这里就是他没有大型的基建需要这些工人呢需要住的地方 那这个房子我们是从去年的十月份上然后他基本上中间完全没有间断过啊中间也接过那个travel nurse 的 这样子那第二种呢有必须来的需求的地方呢就是长年有不间断的活动的地方 而如果你有听过以前的讲座的话呢你可能知道有个地方叫San Antonio就是位于德州 他们每一周呢都会有空军毕业力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当空军的朋友你可能就会知道啊他无论在哪里做training他最后毕业的地点必须是在那个地方举行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有些地方常年都有展会比如说拉斯维加斯他常年都有各种各样的展会 那么他们的这种需求也会就是常年都有必须来的需求 但是San Antonio和拉斯维加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San Antonio他酒店没有那么多 拉斯维加斯呢有很多的酒店 那这是我们一周以内就是一般我们会收到的就是入住申请 就是他们会说哎我的小孩从啊要毕业了要从空军毕业了 所以我们要过来你们的Airbnb住 然后这是我们去年Airbnb的数据 然后我们基本上啊80个percent以上的那个客人是来自于Airbnb 然后我们还有verbal啊等等booking这些平台 基本上全年都是可以住满的 不过呢大家看这些人打字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这个房子是在空军毕业里规定居住的范围吗 所以如果你要买这些地方啊 就是为了特别某一个群体的人去买 你就要了解清楚你你这个房子的所在地是否符合他们的居住要求 因为他们有呃规定说空军毕业里的人一定要住在某一个区域以内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分享刚刚说的第二点 我们的客户群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不仅仅只是好看而已 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看过说我们的入住率很高 我们的这一个每晚租的价钱又比别人高 而转化率呢也是不错的 而且page will也比别人要高一些 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软装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在做软装之前呢我们会去找一些数据 我们会去抓取附近的listing 他们本身有什么样的设施 这个对我们做软装的计划非常的重要 别人有的设施为什么有 是因为这里的人有这个需要吗 然后他们这些设施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我就以泳池为例 我在Arizona的房子全部都有泳池 因为我们当时有做过分析市场上70%的房子呢 他都有泳池 同时呢有一些是收费的 有一些是不收费的 然后我会再去抓取数据 那收费的基本在哪些区 不收费的在哪些区 收费的呢他们的价格又是多少 这个我们后面定价会用到 然后我们是否要安装一些加热的设施 那这个加热设施又会给我带来多少的客人 这些都是我们去做软装以及设施的时候 需要去想明白的事情 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民宿收益最大化 另外呢你最好就是有一个 有Airbnb经验的设计师 或者帮你选家具的朋友吧 你尽量去避免一些民宿 我们会说他们是黑名单家具的东西 比如说木结构的床 我们会用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也有的人说 我民宿我怕弄脏 我就喜欢用深色的东西 但是深色的东西很多时候呢 它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也不会用的特别多 然后其实白色的东西很多人都觉得 它好容易弄脏 但是恰恰呢对于清洁工来说 因为白色的东西它是可以漂的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没有那么难清洁 深色的东西呢基本漂白剂一下去 它就是有一块白白的痕迹 反而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那么好清洁 但是如果没有Airbnb运营经验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这些 还有呢要尽量去避免过少或者过度的软装 太少呢整个房子很空 你没有办法租到很好的价格 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客人呈现 你是有用心在就是decorate staging这个房子的 但是过度的软装呢对于清洁工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清洁的难度 另外呢我还会建议大家做软装的时候呢 把这些啊这个地方的一些背景的文化 以及历史啊放到你的房子设计里面去做 这样子呢啊整体的效果出来会好很多 之余呢你在下面的listing description上面 你可以告诉客人的故事也就更多 那最后第三个部分呢是一个我经常会跟大家讲的 对于新手来说你如果在观望短租这个市场 你怎么去预估一个房子的收入 其实一个房子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 啊你知道他的预估的收入 我们有很多的软件可以用上 然后呢你需要知道你的支出应该是多少 你的时间成本是多少 管理他的时间成本是多少 那么这样子最后做出来的呢 才是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有意义的啊预估数据 如果你仅仅只知道哎这个房子可以租很多钱 但是你又不知道背后你的支出成本是多少 这样子啊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有些地方我以沙漠地区啊 Joshua去就是一个national park为例子好了 他的房子可能他可以每一天晚上都租的很高 然后他可能一万块钱一个月 但是你没有呃就是考虑到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远 以及人员缺乏人工缺乏的地区 所以呢他的清洁成本是更高的 跑腿成本是更高的 所以你最后到你手的钱呢 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你还要去了解说哎这个地方他做短租 有没有一些额外的税收 如果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在后台做一些调整 把这一个税收转嫁到客人的身上 就像酒店一样啊你去住酒店他会有hotel tax 那这个hotel tax究竟是客人付还是我们运营者付 那么这个我在后台要怎么样去啊 有没有机会把它转嫁那也是你需要考虑的部分 那我以前有一个视频有教过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比较长 就是用免费的这一些工具去看一个房子 你只要有那房子的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去找说我这个房子能租多少钱 我里面会教大家用到air dna和airbnb去预估 那么同样的方法你也可以用在reboot身上 然后你得到了这个预估数据以后呢 那么你就可以啊去尝试去理解它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给大家 这是一个啊air dna的截图 我输了某一个房子的地址进去 然后他告诉我这个房子呢 他一年能做将近十万块钱的啊 这个revenue 他每一天呢能租五百零九块 他的入住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三 那你就需要知道他给你的九万九 也就是将近十万块钱 究竟包括了什么东西 很多人看到哇我这房子能租十万块 他还蛮开心的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啊 所有的这一些预估数据里面 都是包括了cleaning fee 也就清洁费以及channel fee 你需要给airbnb或者wearboat或者booking的费用 那啊cleaning fee的话 如果你不是自己搞卫生的话 这笔钱你基本上也赚不到 那么这笔钱是给清洁工人的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那边的清洁工人 究竟每一次清洁收多少钱 你需要把这笔费用从这十万块钱里面减出来 以及呢如果说你那里的跑腿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么你做restocking也就是你补充这些什么纸巾啊毛巾啊 啊过腕瓢盆就是它会有损耗吗 你去补充它的时候啊 它可能emason没有那么的发达的地方 那你需要找人送过去 又比如说一种深山的那种小木屋里面 那么这里产生的成本又是多少 第二个channel fee 那其实大部分人用的是airbnb呢 那airbnb会扣除你3%的运营费用 但是如果你用还用其他平台 比如说webill它又高一点 用booking那就更高 那你需要知道你将会listing去拿几个平台 然后你又会被每一个平台吃掉多少的费用 然后还有一些隐形的支出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第一那个地方是不是有极端的天气季节性 那么这样子会造成你的空置率 可能在极端天气下比较高 保险可能会比较高 如果有寒潮啊 飓风这些不可控的因素的话呢 大家要慎重的去考虑 第二呢你这房子有没有hoa 因为有一些有hoa的房子 它也是给你做airbnb 甚至它整个小区开发出来 都是给你做短租的 一般来说这种的物馆费 也就是hoa呢会稍微的高一点 第三个呢就是一些维护成本 你在考虑一些设施 你买家具 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天气是否会增加一些维护的成本 房子游泳池 那你的水费一定会增加 如果它有加热功能 电费或煤气费会增加 游泳池本身每个月有养泳池的费用 那又是多少 那投资之前呢 建议大家都要计算进去 那最后就是人工成本 工人短缺的地方 工人收费过高的地方 以及快递不发达的地方呢 大家也要慎重考虑 这些工人的成本有多少 我们做的地方呢 我们都是会考虑到 Amazon特别发达的地方 我们尽量是不需要 太除了清洁以外 我们是不需要太多的人工介入的 我们的 就是跟客服的回答 我们尽量都是自动化的 然后check in check out 我们也是自动化 这也是为什么呢 有一些小型的hotel或者motel 找我做顾问 把他们的房子转化为Airbnb的运营模式 因为这样子呢 可以帮他们大量的去减少人工的成本 那还有就是我们专业 还有最后大家要考虑的就是时间成本 你的知识的 你知识储备可以让你节省多少的时间 大家可能想说 运营Airbnb不就是像运营一个酒店一样吗 但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在过去的一些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他们都很多都是流程化的 你真正化时间呢 是在前期的设置 那后面呢 运营上了轨道以后呢 我们首先我们自动化的程序 会减少了管理的时间 以及跨越了这个时间差 就比如说我的房子有在Arizona的 有在德州的 有在亚特兰大的 每一个地方都跟我所在的加州的 有一定的时差 那我怎么去打破这个时差上面的管理问题呢 那我用的就是自动化流程 也是我们客上会给大家一些模板 教他们 教大家怎么去设置这些自动化的回复 那这也是Airbnb本身的一个内置功能 第二呢就是用智能的门锁 智能的门铃我们去远程的去监控一下客人的 check in check out 以及呢做一些客人的guest screening 这样子的工作去避免一些很烂的客人 第三呢就是分贝监控器 可能很多Airbnb还这一两年才用到吧 但是因为我做Arizona做的比较早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有用上了 你做Airbnb很容易被邻居投诉 说你打咬了你的邻居 那么分贝监控器呢 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东西 以及它可以避免Airbnb最容易发生的party 还有呢我们还会用到电子的那种guest manual 也就是一个用户手册 你写的越详细的用户手册呢 其实可以减少很多你跟客人之间沟通的时间 因为他不需要问你这个东西怎么用 那个东西在哪里 那以前呢是大家可能会在电脑上设计一下 打印出来 然后过个浆弄成一本本子 那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电子的 然后只要扫一下QR Code呢 就客人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去更改也很容易 而且呢它是卫生方便很多 2023年将会有更多的挑战 第一是那个regulation各种挑战 第二是这个房源增多了市面上增多的挑战 然后第三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通货膨胀 就是说2023年2024年 可能会市场会下滑 那我们这个短租怎么运营呢 接下来短租运营的话 我们要想想我们的这种传统短租运营哈 基本上的话就是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的短租房源比较风尚 就比如说你可能在 在洛杉矶有一个 在Acadia有一个 在Rwan有一个 比如说又在瑞尔赛呢 有一个像这种比较风尚 那一般现在的话呢 如果是不管是团 我们在做的这些短租管理公司 或者是说短租 投资人 如果你有很多套这个短租房源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说 集中式 像我们一般 我一般做短租的话 只要是我认定的一个地方 我必定会在那个地方 至少会要五个以上 至少会投资五个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房源来运营 因为这样会节省 我们很多的运营的一个成本 好 第三个短租平台的一个整合 刚刚也说了 不能把你的这个房源 只放在MBB 那你可以用很多这种短租管理平台 就比如说像Gastia 很多这种短租管理这种 这种软件和帮你管理 把你的房源 放到不同的这种 网站上去曝光 来增加我们的这个短 短租的录录录率 是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客人在短租平台 要寻找下单 以经营者 就是离取的联系 那像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我们也遇到了 比如现在往这边 然后有些新的投资移民到了 那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 我们能不能就是说 私下然后来跟我们就是来承担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说 尽量还是让大家在这个短租平台里面承担 因为他会有这个就cover我们嘛 是吧 他能够cover我们的一些 就是能够有一些保险 然后cover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私底下承担的话 如果是万一这个租客不付租金了 或是把东西打破了 是没有办法 如果租客到时候不赔你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让他赔的 如果是在短租平台的话 短租平台 他会就是给我们去申请这个索赔金 但是像这种传统的运营呢 只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都已经对这方面都很了解了 那我们新的一种运营方式呢 就比如说通过各种平台 还就是通过不同的这种咨询 还通过不同的这种管理来运营 然后提高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入住率 好 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就是简单的 然后介绍一下一些 vacation rental的这些software 因为看一下很多的朋友 都在这边都是有自己在运营 短租的平台的 也在问我 那我们用的什么软件啊 或者是用是怎么运营的 向下背后运营的 那在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就是介绍了几个 这样的短租软件 大家可以用这个短租软件 去管理自己的房源 让自己的房源在朋友的地方跑光 那如果是刚刚开始 还没有做短租的 想要了解做短租的 这个软件呢 你可以相不考虑 那这个软件是针对 已经有一些房源的 有二三十个房源的 这些住客 这些listing 这是host他们 可以把自己的房源 放在这些平台上 还有就是说 这个市场调研 就是市场调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人都跟我说 来啦 我想要就是进入短租行业 我想现在就是很很很着急啊 因为他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那阵子呢 就就就很上头 是吧 就想就马上就要买一个房子 马上就把房子放上市 然后马上就看着自己的 这个booking 全是满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先希望大家呢 先冷静一下 先看 先做一下市场调研 是吧 先主要是看看 就是说你那边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因为每个人所在的区域 像我们在南加州 有不同的这个人员 在其他的地方 是吧 所以每个人都是 在不同的地方 那你就要看看 就是你那个地方 是否有这样的市场 就是城市之间 就是说 分析每两个订阅城市的 平均房价和收入的 这样的一个差异 是吧 就是看这个市场 是不是 我我就是你所在的 这个地方 或者是你想要买房子 的这个地方 适不适合做短租 所以说这个呢 你就是城市之间 你要做下这样的一个对比 还有邻里的一个对比 那你就是要研究一下 城市的发展的 这个趋势哈 就是发展的一个趋势 然后平均就是 呃 数据对比 刚刚我们也前面说了 用一些这个软件 就是像ending a 或者是mbb本身 他有他都里面 都会有一些数据 然后跟我们对比 然后看看这边 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是不是适合 做短租的一个地方 对 还有就是说一个 住宿的规模 就比如说我们是 四个房间呢 还是六个房间 那一般我们这个 短租房源呢 我会建议大家 能买房间多的 就买房间多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首先我们的路 我们的那个租金 就会变得更高一点哈 不管是我们到时候 如果市场好的时候 我们就整住 市场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封住 是吧 就一个房间封住 啊 然后封住和整住 那他同时都可以 在我们的平台操作 那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灵活性 有比较灵活性的话 那我们的入住率 可能就会更高一点 是吧 然后也会对对待风险的 风险的这个把握性 看风险的能力 也会更前一点 是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也是希望大家 在选这个 市场调研的时候 做这个市场调研的时候 然后做一下 这样的一个对比 所以说现在我们 一般房屋买卖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 我们的投资人说 因为我们 基本上都是投资人 基本上都是投资人 然后短租投资人 长租投资人 都是我们都会 跟他们说 房源多一点 然后会啊 更好一点点 当然这只是针对 某些市场 某些地理位置 比如说 离学校表近的 这些地方 就是因为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短租和长租 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在2022年 我们这边呢 是短租和长租的销售呢 是在三千五百万以上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很多投资人在说 或者是 买房的时候 就要在想 我们是想要 就是说 做短租好呢 还是做长租好呢 所以说那我们 长租呢 相对来说 就比较稳定一点 那短租呢 就是像我们的一个 提款机一样 因为它每个 它基本上每一单 然后短租平台 它就奔奔奔的 会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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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 租金 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 相对来说 就是 租金也会跌高一点 那一般的 我们说短租房源 那我们来做 之前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买房子 然后来做这个短租 那一般情况呢 我们都会说 看到两倍左右 然后我们就做短租 那但是因为现在 率率高了 现在率率高了 所以说这个比例呢 差不多很多投资人 它是1.5左右 然后他也会 也会来 就是说做这个短租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短租呢 他比较容易 做出一个超子 那个估值超高的 这样的一个品牌 比较容易做品牌 如果是你想规模化效益 做自己的品牌的话 就比较容易 是吧 你可以随便做一个 什么homes unlimited cool stay 这样的一个短租的 这样一个品牌 特别容易 那比如说像 如果是你长租的话 你把你自己的房源 比如说你有40个房 你有40个房子 然后出租 然后这样打品牌 可能不是 不是那么好打 是吧 那如果是短租品牌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打 比较容易就是来做 这样一个品牌 对 然后他相对来说 比hotel这些也容易 比如说你一个hotel 或者是你 就是你有40间房间 那你有短租品牌 比如说20间30间 然后你都可以做 这样的一个品牌的 就是说打坐吧 因为这个品牌的话 一般的话 很多人会问 多少个 然后你就考虑 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 网站了 一般5到5个左右 然后都可以建立 自己的官方网站 自己的短租网站 对 对 还有就是说 长租需要拥有 房源才对公司的估值有利 那短租的话 只要就是我们控制权就可以了 为什么短租控制权就有了 我们可以就是说 包 就是说 我们短租是按listing来的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 一个all是放在listing 算是一个all是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短租房源 一个房子有5间房间 我们放5个 放在listing上 放在那个mbp上 我们就有5个listing 然后再加速整住一个 那你总共就有6个listing 是吧 这样的话就 就是更容易做起来 品牌各方面 对 在这里呢 也是简单给大家 就是看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房源 就是有一些短租管理的 软件 它它很轻而易举 就是把你的那些房源呢 就是listing去 就是把它放在同一个平台 一个软件上 这样你很容易就是看到 这个价位呀 出出的一些情况 还有就是说 每个房源 每个listing的一些 一些情况 控制率呀 这些都可以很一目了然的看到 所以说做短租呢 不是那么的难 不是那么的难 对 因为做短租呢 你只要一步一步去做 最难的我是觉得就是 开始你要进入这个行业 那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一步一步去做呢 你就会慢慢的上营 我觉得 我总是觉得这个短租 是挺上营的 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 然后跟我们学了这个短租之后呢 自己都 自己都不断的买这个短租房源 甚至是不断的去租房子 来做这种包租这种形式 来来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短租 因为你会 你有一个listing之后 你很快就会有第二个listing 有第二个listing 你就很快就有十个 十个很快就有二十个三十个 之后呢 你会有自己的这样的网站 留置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对 所以说呢 我们自己可以 如果当你有几个短租房源的时候呢 可以就开通自己的短租网站 像比如像Gastia 或者一些其他的网络短租平台 他的网站里面也 他也可以就是帮助你 开通这种短租网站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去打造自己的短租品牌 对 那有自己的短租网站之后呢 你也可以就是说 把一些导流 自己的短租品牌到 到一些官方网站上去哈 就是短租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串例 对 还有短租营销方式 短租营销方式的话 在我们课段上也会给大家讲 对 嗯 还有就提高录注率的导流方式 嗯 还有就是突破短租繁源和加入新元素 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客厂上 都会给大家说的 对 提高录注的短流 导 呃 这个导流方式呢 这个就有很多种了 是吧 大家也知道的不同的平台 还有就是说不同的这种传媒 就是YouTube啊 或者小红书啊 这种方式都可以 都是一种都是一种方式 嗯 我刚刚要share的这一个图 也就是我自己的后台数据 那么如果大家要找短租公司的话 你也可以问他要到这一个后台数据 他比平均附近的similar listing 要多出租多少 每晚价格多多少 都是非常直观的 如果你已经在运营了 那这样子的数据 只要你在Airbnb的后台 把你的账号变成一个啊 就是professional pro的那个tube的账号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数据了 非常的简单 这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 那我们作为那个超站房东大使 我们还会有一点点额外的数据 那另外就是拉拉老师说的 AirDNA上面会有数据 但是那个是需要花钱买的 那大家也可以考虑说要不要买 在买之前其实可以善用 就是Airbnb就是最直观的数据 对然后也可以 我们有一些一对一的这些咨询服务 那么我们有那个Airbnb的工作人员 等等这些都可以安排 来帮大家去看这个某些区域的数据 这样子 因为Airbnb的数据始终是最直观的 因为它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个平台 我们下期再见